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刘成泽 刚才介绍大家也看到了 我的工作是天文学 平时是和星空打交道 天文学是比较古老的学科 但是到现在仍然充满着活力 我相信大家对星空 对天文都会感兴趣 但是大家不一定知道天文学家在干什么 曾经有过统计 让大家说出一个和天文相关的词 统计结果是五花八门 这块我列了一些词汇 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想说的词汇 其实和天文相关 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词有很多 比如宇宙 银河 星座 黑洞 暗物质 相信大家都听过 对吧 对天文稍微有点了解的 也许会知道 尼波 相对论 或者是梅西叶 北洛诗门 这都是天文学名词 在一些影视剧里面 大家也会了解到一些 比如三体 还有什么呀 平行宇宙 还有氦闪 还有一些词 比如说神秘呀 高冷呀 比如说占星啊 这个时候它比较委婉 其实占星就是算命 对不对 还有什么 玄学呀 甚至千曲欲报啊 这些都是 但是这些人我相信 他对天文不是很了解 其实天文包含的范围很广 从空间上来讲 大气层之外 都是天文学的研究对象 从时间上来讲 大爆炸之后 都是天文学的研究范畴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年轮 那么年轮和天文有关系吗 我第一时间想到了这幅照片 这是尾部空间望远镜 2022年拍摄的一张照片 上面可以看到清晰的年轮状结构 科学家认为 中心是一颗年老的恒星 它不太稳定 正在有规律地收缩 膨胀 往外抛射物质 从而形成了这么一圈一圈的年轮 那我们的太阳会衰老吗 答案是肯定的 太阳的衰老和我们地球 和我们人类的命运 是息息相关的 所幸 太阳现在正直壮年 太阳的中心正在稳定地进行着核聚变 把氢聚变成氦 在这个过程中 往外源源不断地辐射着能量 太阳每一秒钟就有四百万吨的物质 转化成能量 即使太阳的质量再大 终会有一天它会燃烧殆尽 天文学家推算 太阳将会在五十亿年之后步入老年 当这个太阳步入老年的时候 它也会变得不稳定 它会经历海闪 然后演化成一颗红巨星 红巨星的大小 比我们现在的太阳要大很多倍 甚至可以把水星 金星 地球 全部包裹在内 大家应该看过电影 《流浪地球》 在《流浪地球1》里面 说太阳急剧地衰老 在短时间内就会演化成红巨星 面对这样恒星级的灾难 我们人类和地球 只能是选择流浪 那么是不是太阳在经历了红巨星 这个阶段之后 它会把大部分的物质抛出来 最后演化成一颗白矮星 不严格地说 白矮星就是一颗闪闪发光的大钻石 那么是不是 我们太阳质量再大一点 包含的物质再多一点 它的寿命就会更长呢 恰恰相反 六十倍太阳质量的恒星 它的寿命只有三百万年 所幸我们的太阳 是一颗普普通的恒星 所以我们才有五十亿年的时间来准备 来讨论如何带着地球去流浪 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更远的尺度 宇宙 四方上下位之雨 亡谷来今位之晝 宇宙呢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那宇宙会衰老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看一看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这个是宇宙大尺度结构 宇宙里面有千亿个星系 我们的银河系 只是其中普普通通的一个点 银河系里面有千亿个恒星 同样我们太阳也是其中普普通通的一个点 地球是太阳系里面非常不起眼的一个点 当然上海是地球上的一个点 我们呢上海里面的一个个点 可见 从地球上研究宇宙 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古代对宇宙只能靠想象 它谈不上研究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 主要有三个 分别是这个盖天说 也就是天圆地方 浑天说 浑天如鸡子 天体圆如弹丸 地如鸡子中黄 它起码知道 天体和地球是圆的了 是个球形 宣叶说 日月众星 自然浮生于虚空之中 其实这个表述呢 和现代的宇宙学 已经有一点点的相似了 牛顿的经典理论认为 宇宙是稳定的 在时间上是永恒的 在空间上是无限的 确实如此吗 我们知道 宇宙在大尺度上 是均匀且各项同性的 如果宇宙是无限的 我们在夜空中 看向一个方向 我们会看到 无数的恒星和星系 它们的亮度叠加 会把整个星空照亮 但这明显与事实不符 这个叫奥伯斯扬谬 奥伯斯扬谬有很多种解释 其中一个解释就是 我们的宇宙 其实不是永恒无限的 宇宙确实有年龄 哈勃发现了 星系正在互相远离 宇宙正在膨胀 如果是反推到从前 那么宇宙应该是始于一个点 这就是大爆炸理论 也叫标准宇宙模型 大爆炸理论认为 宇宙的年龄是137亿年 考虑到宇宙的膨胀 我们的可观测宇宙 不会大于460亿光年 也就是说 无论我们的科技多发达 无论我们的观测手段 有多先进 我们也只能观测到 460亿光年之内的宇宙 外面是什么呢 我们无从得知 大家应该看过 三体 或者经说过三体 这本科幻小说的 《尾声》的时候 主人公云天明 给程鑫讲了三个童话故事 当时的人类面临了生死危机 这三个故事里面 包含了很多的隐喻和暗示 来指出了 地球应该如何摆脱当时的危机 其中一个故事叫《韬铁海》 就这两个字 韬铁海包围了一个王国 韬铁海里面有很多的韬铁鱼 而且比较凶猛 所以说王国被围困了 就再也不能出海 和外界隔离了 就脱离了联系 韬铁海的隐喻是 低光速黑洞 也叫黑欲 我们的太阳系 如果把光速降低到 第三宇宙速度之下 我们的太阳系 就会变成一个 低光速的黑洞 因为光速不可超越 所以说我们的航天机 无论飞得多快 都不可能超过第三宇宙速度 我们人类就被永远困在了太阳系 对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生物 外面的星球 不会有任何的威胁 所以说 因为这个在三体中 低光速黑洞 被称为一个宇宙安全声明 也就是说 我给大家说了 我自己把自己困住了 对你们不再造成威胁了 你们就不要考虑我了 不要攻击我了 所以这是云天明 给地球指出来的一条 摆脱生存危机的 不是办法的办法 那么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的宇宙外面 是不是也有一片滔天海 滔天海外面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宇宙 平行宇宙永远是不可观测 不可正伪的 所以我们呢 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想象 就像蜘蛛侠平行宇宙里那样 来自各个宇宙的蜘蛛侠 甚至可以聚集一趟 也许 在某个地方 会存在一个 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宇宙 存在一个一模一样的你 至于宇宙的未来 2011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 它的成果 就显示 现在的宇宙正在加速地膨胀 但是如果宇宙是一部电影 它的结局 现在还是开放式的 因为我们 观测到的信息 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以我们现在 人类的科技水平 无论宇宙 以何种方式进行衰老 我们也无能为力 面对宇宙节的灾难 我们只能是 泰然处置 如果人类 顺利地解决了 太阳衰老的危机 那么或许 有可能想到办法 来解决 宇宙的衰老问题 宇宙太大 地球太小 宇宙里面 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这是宇宙 最大的魅力所在 享受当下 认真生活 想想宇宙 想想宇宙学家 你会少很多的烦恼 谢谢大家